王毅访问西班牙送大礼 解禁了牛肉禁令 事关整个欧盟 我们中国为何独独对西班牙网开一面呢 各位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文talk 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后 我王毅外长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了西班牙 并且给他们送上了一份大礼 我们中国取消了对西班牙的牛肉进口限制 之所以说是大礼 那是因为我们中国市场对西班牙的帮助 简直是难以想象 举个简单的例子 去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来了一趟中国 然后就带回去了一份庆人订单 仅仅是这一份不起眼的坚果订单 就为西班牙人带去了每年6.5亿美元的收入 只要是放到牛肉或其他制品这个大类上 可想而知西班牙的收入会增加多少 所以自欧洲地区疯牛症层出不穷 我们中国禁止欧盟成员国的牛肉制品 抒华之后作为牛肉出口大国的西班牙 就屡次希望我们中国能够网开一面 但是考虑到疯牛症所带来的安全问题确实不少 所以我们中国之前一直也就没有答应 而这一次西班牙人想要解除限制 我们中国之所以给得很痛快 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当前的疯牛症已经被控制住了 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一种礼上往来 毕竟西班牙首相也当着我们王毅外长的面 做出了重要表态 直言西班牙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愿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的高度 既然西班牙如此上道 而且风牛症也控制得很好 那我们自然也就没有道理阻拦两国之间的贸易扩大 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台海局势的态度 以及他对中西关系的态度中 我们不难看出他在欧洲国家中属于对话友好的那一派 所以我们中国也愿意单独对他们网开一面 西班牙会与欧洲某些其他国家截然不同 原因或许有两点 首先西班牙他不在欧洲的核心区域 反倒是离拉美各国更近 尤其是巴西 所以在许多外交方面的问题 西班牙的态度与其他欧洲国家是背道而驰的 也正因为如此 桑切斯才会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公开的支持中国 与巴西所提出的和平建议 其次呢 中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经贸发展往来啊 远远超过了西班牙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往来 今年是中国与西班牙建交50周年 这50年来 中国已经成为了西班牙的主要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早就突破了500亿美元 东上所述啊 在政治远离欧洲影响 经济呢 又与中国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 西班牙当然无惧站在其他个别欧洲国家的队里面 而中国呢 适时的给他们这一个友好国家送上订单 不仅能够拉近双方的关系 也能帮助其他欧洲国家呢 走向正轨 要知道啊 西班牙并不是唯一希望中国解除禁令的欧洲国家 这个时候 我们解除对西班牙牛肉的禁令 势必会对整个欧洲国家造成一定的冲击 从长远来看啊 这应该会促使一些欧洲国家慎重的处理好对华关系 大家觉得是不是呢 好 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